好我們來看到呢 過去有國防部 這個被稱為遮羞部的部 那現在呢居然出現了內政部嗎 到底這一些文件塗黑 是不是有貓膩呢 行政院呢在110年已經暫緩 來推動換發數位身份證嘛 當時呢說有一些個資的疑慮喊咖了 好那可是呢 因為呢包括成本10億多 14億的 可是要由人民來買單 那現在呢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有來成立了 這個調閱小組 專案調閱小組 好可是委員們想要看這些資料 結果呢 看到資料通通的是被這樣子 馬賽克啊這樣子 塗黑 馬賽克的狀況 甚至用一些亂碼符號來覆蓋 干擾閱讀 整個這樣翻下來真的不知道在看些什麼 那那個內政部說呢 好這個是依法未便提供 好我們看到呢 國民黨立委許小欣就說 塗黑就算了 甚至用各種不同的馬賽克 假裝自己沒有全部塗黑 可你這樣翻下來根本就像是無字天書嘛 好另外呢看到國民黨立委許宇貞 說數位身份證呢是當時總統賴清德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提出來的 賴清德的錯誤政策浪費了14億的公帑 而且這個計劃還在繼續每年要浪費6000多萬的微運費到底這一些資料隱藏起來的目的是什麼而不給委員看的理由又是什麼 好我們看到內政部剛剛講了涉及各資所以一把來遮蔽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內政內部討論了資訊是不予提供的好民意囊立委吳其民就說 看過調閱的相關內容立法院要求的部分都有按照調閱程序依法提供 並沒有發現什麼瑕疵 所以不清楚藍營立委在不滿的地方是指哪些部分 好數位評論員謝寒斌呢就講喔說用這樣的方式來隱匿資訊 這就是不誠實 只有通過國會改革法案讓立法院擁有這個聽證權跟調查權訊息才可以真正的曝光才真的可以攤在陽光下 秦立委鄭立文就講囉民進黨非常的傲慢我們要什麼資料都不給當國會有了牙齒以後就不是被拔了牙的只能夠拍蒼蠅 不能拍老虎掩護不當的綠油油 好網友就講啊這個有辦法凹成說完全沒有瑕疵真的是讓人瞠目結舌到底是不是把人民當傻子呢 好真的太神了啦全部用馬賽克數位身份證到底有什麼不可以見人的東西嗎 有什麼圖利嗎 好難道這樣不算黑箱嗎你通通馬賽克蓋起來了不給調閱小組看那到底到底內容好有到底有沒有一些貓膩呢 好中日新聞網的相關評論數位身份證在2021年的時候就是已經喊咖了 何來個資之說到底是誰的個資呢 好民進黨經常呢就會把公開透明掛在嘴邊但執政了是處處黑箱啊 即便呢立法院有成立專案調閱小組可是也拿行政部門沒轍 好讓大家也會回想啊疫情期間不是有發生三加十億的會議紀錄嗎 還有國產疫苗EVA的審查五倍券的招標等等都有一些問題有一些貓膩存在喔 那在野黨要求公布疫苗採購合約時衛福部說要保密封存三十年提供給立法院的資料現在重點都被遮蔽了起來好 防立委好像在防賊一樣那等於就是在拒絕民意監督嘛 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委員哥 大家也知道說這個立法委員呢也是代表民意嘛 那剛剛講了其實現在你的這些資料通通馬賽克通通的用一些特殊的符碼都擋起來了 那到底要給我們看什麼呢就是無字天書嘛 所以你這樣子是不是有 就是說沒黑箱這個人家會相信嗎 那這樣是不是就拒絕民意監督 所以國會改革法案勢必是不是才是一定要通過呢 你怎麼看 我們在講這個無知天書之前啊 我們先回到一個本質 就是說按照許宇貞委員說的這個數位身份證 已經花了已經浪費大家14億了 那除了14億以外 現在就是我們就不做了嘛 不做之後每一年 都還要給廠商6000多萬的這個維運的費用 就是維護系統的費用 首先這邏輯是很怪的 好就是說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要做這個案子哦 當然賠錢是必須賠的 因為你原本跟他簽了合約之後 你現在反悔不做嘛 那反悔不做之後 那但是你卻還要付給廠商這每年6000多萬 那我就要問我們要付幾年 那付這6000多萬 請問廠商現在他有做任何的 實際上數位身份證運行 或是他怎樣的一個費用嗎 我又沒有要用這系統 我要你繼續維持 維持他營運要做什麼 我也不懂哦 那所以回到一個根本哦 14億已經花出去 加每年6000多萬 這是在什麼時候的 什麼時候做的 蔡英文總統時代 賴清德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那我們再問一個問題哦 那這14億啊 不管是須禮貞委員講14億啊 還是不管是後來林佑昌講的時候 協調完之後2.8億我都不管了 不管14億的2.8億都是億以上的金錢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這些錢給了誰 這廠商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標案 以及這個廠商跟民進黨 或者是跟民進黨相關的派系 有沒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沒有關係的話 那簡直是我們政府也打水漂了嘛 就是隨便去搞這樣子一個案子 然後也沒有好好評估過 就稀里呼嚕把這樣子十幾億的錢 丟到水裡面嘛 現在一點用都沒有嘛 那請問這嚴不嚴重 這重不重 這當然嚴重 當然重要啊 那有沒有人追究這事情 沒有耶 為什麼沒有人追究 因為上一季啊 上會期 民進黨立法委員多數嘛 完全執政嘛 所以他們就把眼睛閉起來 說沒有沒有這個事情啊 都沒關係 反正賴清德當時行政院院長嘛 未來可能選總統 沒想到還真的選上了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去追究 賴清德行政院院長的事情 現在賴清德總統是不是該還一個人情呢 那民進黨立委跟派系 是不是都獲得這樣子一個人情的回饋啊 所以這樣子浪費錢的事情 我們才要去進行一個調閱小組 去審視他的文件哦 那你說這個文件的內容啊 他告訴你說個資法 我再用一個例子哦 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譬如說台北市政府 我們現在台北市議會 我們查幾大案 包含什麼台志光啊 然後這個什麼金華城等等哦 台志光一開始民進黨的議員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議員 在跟蔣萬要資料的時候 蔣萬有時候資料沒有給 蔣萬給的理由是什麼東西 他不是用個資法哦 他那時候不給有個完全正當理由 就是說那個案子已經進入到 檢調偵查的階段 那而且地檢署也有發一個公文來 就是說相關的跟案情相關的公文 基本上是不太能提供的哦 所以當時蔣萬花了很多時間溝通 把可以釋出的資料釋出的 不能釋出資料沒辦法 那是有檢調要求的 民進黨議員罵什麼 蔣萬黑箱啊 跟台志光榜在一起啊 不然你不敢提供資料啊 連這麼正當的理由 民進黨的議員都要嘴哦 那我們回到現在 內政部或者是這個中央部會 民進黨政府他們提供這些文件 全部馬賽克全部反黑啊 全部都說哦個資法 那我們再問一件事情 個資法重不重要重要 但誰決定個資法的適用範圍 誰決定這段話適用個資法 真的哪段話不適用個資法 以目前而言就我過去的經驗來說 沒有這樣子一個客觀的單位 全部都是部會自己 主觀意思覺得說這一段 這個跟個資法相關不能公佈 或這一段是我們這個企業 這個合約的保密條款 或是這個什麼商業祕密等等 然後全部都不能公佈 那我就要問哦 你說這個保密的合約裡面 這商業的秘密好不能公佈 那我們知道啊 那如果你本來就不能公佈的事情的話 我們幹嘛還特地成立一個調月小組 因為你原本就不能公佈嘛 那你其他按道邏輯來說 你本來就應該公開讓大家都知道吧 現在不是耶 現在是你本來就公開要 應該讓大家知道東西 你把它鎖起來 好不容易成立調月小組之後 你就勉強把它釋出 全部都反黑 全部都反黑 全部都馬賽克 然後每個人看到講說 這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完全看不出他前後文的一個結構 然後給立委看起來說 我準備了好幾件 然後幾百頁我很認真哦 那裡面關鍵的資料跟資訊 全部都被你塗起來了 那塗起來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案件的內容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說 當時你簽的合約有沒有貓膩 合約內容出現什麼問題 以及張志倫委員 委員提出一段很重要的內容 就是說當時 民進黨政府跟當時承包的 這樣應該是國具公司啊 有14次的會議紀錄 彼此之間勾奉會議紀錄 完全沒提供資質未提 真正的深水區 真正的討論過程當中 你民進黨政府沒給 哎不要說 不要說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幾個什麼 四北科金華城 會議紀錄都清清楚楚的 全部都給我們議員看的 所以你關鍵的資料跟證據 你也不敢提供 那就說明一件事情嘛 有鬼嘛 你就是怕大家把那個遮羞布 把那塊黑布把它遮開 讓大家知道說當時你怎樣浪費錢 或當時你怎麼樣去豢養跟你相關的 所謂的這些企業團體 所以不敢把它公布出來嘛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民進黨籍的 這個趙偉這個 吳錦鳴委員跳出來說 哦我發現沒有什麼瑕疵啊 沒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這個所謂這個書法部 都把一些資料把它 都把它洩漏出去 都把它跟大家講啊 就通過這樣不通不養的方式 又希望把這件事情把它 帶過去哦 所以為什麼這些 馬賽克這樣反黑立邦 這個出來之後 這說明一件事情哦 現在我們國會的改革法案通過了 真的很希望 這個就是因為國會改革法案通過 我們有聽證權 我們有調查權 能把這些合約的內容 如實的呈現在立法院裡面 那你說你真的有商業機密沒關係 我們透過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有藍有綠有白 大家一起 共同去檢閱這樣子合約內容哦 所以調查委員會他透過招委 透過他這權力 請相關的文件 資料以及人證 污證等等 都到現場去讓他進行 要好好的聽證 好好調查 好好審閱去溝通 才能還清楚這整個案件面貌嗎 如果今天沒有這調查委員會 譬如說國民黨跟他許醫生 委員開這記者會說 都反黑要把他公開 是不是民進黨要操作說你看 國民黨的立委又來探尋這些機密的 又要毀壞國家的這個 內政的內容 然後根基 然後還把這些資料把它洩漏出去 洩密 洩密立委 他們是不是又要這樣操作 所以一個客觀 然後有不同政黨加入的調查委員會 重要性就在於這邊 他有一定的公平性 而且可以 呃像自人公開 他調查內容是什麼東西 還廠商 還國家 或是還我們百姓 一個重要的公平跟清白哦 嗯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 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 活力 放送款 百搭 榮耀款 期間限定 1加1 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天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夠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 狂歡慶 一起來快點